脱发问题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 年轻人也开始担心自己的脱发问题 而雄性激素所导致的脱发 是最常见的脱发原因之一 现在请大家先放下手里的掉发 别急着悲伤 近日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 一种名为Scoop3的信号分子 可有效刺激头发生长 这种物质可以帮助人类摆脱雄性激素 所导致的脱发困扰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细胞发育杂志上 毛乳头细胞在控制毛发生长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而雄性激素会抑制毛乳头细胞的活性 减少了可用的活化分子的数量 为了检验活化分子在促进毛发生长中的传导过程 在该研究中 研究人员使用具有过度活化的毛乳头细胞 和过度毛发的小鼠来检查这种信号传导过程 经过实验发现 毛乳头细胞自然产生的CUD3信号分子 是用来告诉临近的毛发干细胞开始分裂的信使 这预示着新的毛发开始生长 随后 研究人员将CUD3注射到移植了人类头皮毛囊的小鼠皮肤中 诱导休眠的人类毛囊和周围的小鼠毛囊重新生长 这些实验提供了原理验证数据 表明CUD3或衍生分子可以成为缓解脱发问题的药物 研究还在人类毛发移植模型中的测试验证了CUD3的临床前潜力 目前市场上仅有两种抑制雄性激素脱发的药物 其中一种也仅适用于男性 因此研发出新的有效的药物成为了目前十分重要的工作 这项研究维毛乳头细胞刺激毛发生长提供了理论基础 研究人员表示 未来将进一步研究CUD3信号分子及其衍生的天然化合物 这是理想的下一代脱发候选药物 别怪我让她是一样的 有效率 我给你买那种 何必怪我 我给你买那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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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那样的 我给你买那种